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古壇事件 我是主持梁君宇 在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 和C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早幾集前,曾提及過 中央對外資鬆手一點 例如對匯豐這些,應該寬容一點 避免金融機構兩邊都難於做人 近來出現過消息 匯豐似乎在內地認識一些善意 匯豐的股價近來上升 師先生,你怎樣看? 會否內地的方法或方向 都會傾向開放或對外資更加歡迎? 我之前沒有內幕消息 我自己只是推理 我認為中國現在,整個世界被人圍堵 美國成功地拘捕盟友 甚至不是盟友的千方百計 局上車,一起圍攻中國 中國的定位,一定要與更多人建立有好關係 更多國家建立有好關係 匯豐是屬於願意來中國做生意 願意繼續與中國保持有好關係的商業機構 是一個中國要鼓勵更多出現的 這種公司,應該希望更多出現 你希望這類型公司更多來中國做生意 你當然應該給他一些方便 給他賺錢 我來到給你打50大板 那下一個誰來? 所以我自己認為 應該盡量對願意來中國做生意的公司好些 這才符合現在中國面對的大環境 尤其國際大環境 應該有的策略 師先生,以你的理解或認知 外資會否因為過去一段時間的問題 可能對中國投資或進入中國市場時 會有些猶疑? 這是美國想營造整個世界的氣氛、狀況 他已經說,中國公司去美國會檢查更嚴格 或者是誰與中國做生意 你看他與拜登辯論就知道 就是指,你與中國做生意 你收了中國的錢 整個營造的氣氛就是 誰與中國有交往的 都是美國甚至西方的敵人 中國要打破這件事 就是要讓中國做生意的人 有得益、有獲利、有前景才行 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定位應該這樣做 現在來說,我接觸到一些西方的基金、投行 他們當然知道自己的國家 是不想他們去中國做這麼多生意 但他們面對的情況是甚麼呢 全球在疫情下,哪個國家經濟恢復得最快? 中國恢復得最快 去哪裏投資 回報的機會較多呢 又是中國 所以它是處於兩難的狀況 中國應該在這個時候 鼓勵一下它,給它優惠 這不是純粹生意上的考慮 而是整個國家在接下來的 可能不是一、兩年 可能是十年、二年都要面對的政治壓力 照這樣看,香港的金融機構 未來的前景,未必有之前所想那麼差 浩德,我知道你這段時間都有留意金融股 譬如匯豐股價反彈 其他金融股,近來的表現相當不錯 C基金有甚麼部署? 自己有沒有爭持一些金融公司? 之前我講過,早一段時間,上半年整體都是看得淡 甚至乎我們旗下有些基金都有些倉位沽空 其實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就慢慢開始看好一點 相當本身的sort positions,尤其是內人的 為甚麼C基金就不可以sort? C基金沒有的 我們旗下,還有其他可以做一些所謂個別股票沽空的基金 其實早一段時間,我們都有沽空一點 這段時間,其實我有些微的改觀 我記得上兩、三集都有提過每封 當刻一邊覺得雞辣一點 但最近,由於我整體一個宏觀的想法,是有些轉變的 我覺得整體全球又好,中國的文官經濟的全面復甦 會比想像中是明顯 所以,始終銀行業都是百業之母 所以,文官經濟開支好,其實你見到他們都是有些利好的 由於之前的估值實在太便宜 例如匯豐計跌到30元,其實都是有些慘淡的 但有些說法,這個是螞蟻金服就來上市 希望金融股,不要做得那麼差 它在金融股的基礎上去標準 所以,會不會是一個短時間就比較長遠 因為傳統銀行的做法,應該將來跟互聯網的金融做法很不同 將來遇到新競爭對手,傳統銀行是怎樣去應對呢 其實他們面對的挑戰都很大,等於我做傳統的地產代理 面對現在內地,譬如遣漢 我之前介紹貝殼 升到七十多元 二十多元升到七十多元,是兩三個月左右 我都以為它好,因為我被它打到殘 新經濟的動力是很大的 而且舊經濟,尤其是做開曾經威過的,更加難改 你要匯豐、渣打、作比較大的改變,就相對難 譬如,這類型的互聯網、銀行一旦出現 現在其實,他們仍然是在確認階段 一出現,怎樣應對呢 我都未能看得到 長遠發展,當然,你說,梅豐這些 我覺得不應該太有遐想 因為始終他們太大了 就算見到他們有機遇,其實他們不容易轉身 但我覺得從投資角度,始終他們有反彈的空間 可能都有機會上去四十元樓上 其實除了匯豐之外,其他金融股 內銀股,或者內險股 其實這段時間都有明顯的上升 會不會跟我們之前提及過的資息曲線 開始傾斜,或者長債上升有影響呢 這就是剛才提及到全球的情況 由於現在大家看到經濟反彈的力度比較強 我看過幾個重要的觀察 第一,美國的Inflation Swap 你見到已經去回2% 十年期的通脹去回2% 銅價最近去到高位等等 都見到,其實整體的經濟是好的 所以你見到長息又開始高了 所以這個對整體的銀行都是好的 即梅豐剛才我們說,其實都有幫助你 因為銀行的就是借短太長 所以它的息差長,開始確闊 對它來說是好的 不過如果你說內銀 其實又回到剛才私生陸景之前都說 始終國內,尤其是銀行的政策行業 上半年現在大家記得,我們國家由於應對這個宏觀的挑戰 我們所有的銀行內銀就有一個國家任務 就叫做讓利 就是說,你不要賺多多錢 不要追求你的客人,盡量放貸出去 為了國家的利益做著想 就不要看著自己的P&L 所以上半年他們的股價就落實了 最近似乎政策風向就開始改了 就看到他們實在讓太到時日不落 所以有些空間,可能第三季就有些改善空間 這個某程度都是在國內 你要去了解一下銀行業的情況 就是先了解政策或者中央的風向 反而有一樣東西,我想看看你 因為你剛才說,你說息口有上升的趨勢 這是一個短暫的,是已經轉了方向 因為你都持有黃金 如果利息上升,是否對黃金會有壓力 其實利息是我們有提及的 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 英文叫做Normanal 現在你見到的長息 十年債,由之前低位0.6幾 最近去回到0.8幾 其實中間的上升,主要不是實際利率升 就是通脹預期,名義利率升上去 這個其實不代表流動性出現了變差 其實仍然是好,大家對於預期 對於有師生來說,這件事對黃金 因為我們都有很多朋友問 會不會利膽呢 但是你想想,如果純粹是因為通脹預期 令到名義利率可以上升 其實金作為一種商品,它都有擴通脹能力 這件事其實比大家想像中,就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通脹高,你拿著金,它都會升值 就不是因為實際利率改動 令到黃金的估值會出現下降 所以暫時我們都未看淡一點 所以你旗下的基金,黃金的部位都沒有特別的增加 當然這段時間都是1900至2000個浮產 有時大家覺得,是不是在這段時間跌穿會沒有力 都已經橫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沒有什麼突破 我覺得背後當然是有一點因為 剛才說過經濟好一點 放水的速度沒有之前第二季那麼強 但我覺得純粹是之前衝得太快 速度其實很難以這麼長期維持 這樣的引擎速度 但其實現在每個月,聯儲局都還要賣債 再加上那些所謂MBS,即昂揭相關貸幅都12億美金 其實都不少 還有下一輪的舊市措施又要花很多錢 那裡有兩萬億 兩萬億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易放難收的 這些錢拿出去,其實收回來 之前2018年都試過想收 其實收得怎樣收法呢 其實就是成本太大了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如果你發多了,有機會收回來 即是它會恢復正常 現在是越放越多 你都看不到有跡象調轉 是的 但這樣放法對美國的長遠來說 都是對經濟會產生負面在 但現在不做這件事亦都難 近期大家可以觀察到 美國的國債 中國也好 日本都是最大的持有者之一 基本上一半就是聯儲局買 另一半就是其他央行買 但中國、日本 最近都開始 中國有退少少 日本也沒有退 都有退少少 中國就是將不買美國的國債 買少少日本的國債 但你見到當其他國家買美債的速度慢 其實聯儲局自己又要包含那份 所以其實都很難收 暫時這個遊戲似乎未見到一個終點 師先生,其實你講到黃金 有個問題想代觀眾問你 因為早前我看到我們的忠實擁躉 他就問,師先生持有黃金兩成 五千元 究竟他何時才會沽呢 是五千元會沽,還是有甚麼情況出現會沽 師先生,你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我沒有看五千元 我說即使升到五千元 都不是一個很出奇的事 當然是需要一段時間 譬如真的美元的回率一直下跌 產生一定的恐懼 因為都有不少人看美元出現比較大的跌幅 當出現這些情況的時候 黃金升到五千元是機會大 但是講黃金會升,其實很多因素不是今天才出現 一路都團載 所以你這一次是不是直線上去 還是上去會有一個相對大一點的調整才上去呢 當它出現相對大一點的調整 你是守還是先取消消費 迫一點才會反省呢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政策 譬如你們是買期貨的 當然是要靈活 但如果有些人買10斤,準備長期持有 你可以再看久一點也不怕 但我覺得在這個水平 如果白朗普選完,他都想不到 或者有回落,去到1900元以下 不是1至1900元以下 例如去到1900元中間 你都覺得他好像不算很穩陣 如果你是屬於密切,在市場上交投的人 都可以走一部份看好 長線要有看法,有看法 中短波動,有些人喜歡坐火坐過去 有些人喜歡把那些都賺起來 當然明白有風險 操作是局有局的偏好 各位留意金價,記得多看股壇事件 我們會常常評論看法 中資股時,政策很重要 除了就快來的美國大選 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應該內地都開五中全會 兩位有預期會否跟市場的投資者 相信一樣 在五中全會說的十四五政策 會有一些屬於放水或刺激性的措施推出 施先生,有甚麼問題 這次五中全會,我相信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我相信五中全會不是做決策的會議 決策可能是政治局已經做了 趁五中全會,其實中國是共產黨領導 所以所有政府部門、國企、重要職位 都是共產黨的成員在此打持 現在就是全國拿著重要職位的人一起匯聚 在中央就是由政治局將他們最近的判斷、決策 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落到下面全面去推行 現在我相信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面對的一次最大的變局 這個變局主要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的轉變 以及美國不止自己轉變會賴動他的盟友 整個西方國家都要制衡中國的發展 面對這些情況,中國要怎樣做呢? 譬如大家知道,他會增加內循環的比例 但他又想維護一定的內循環 他將會用甚麼方式增加內循環的比例? 其實如果說中國開放,是增加外循環的比例才開放 即是七、八年之前,中國都差不多沒有外循環 中國外循環大部分都經香港 就是外循環的比例越來越多 出口增加,投資外邊又增加,外邊的市場又擴闊 才是中國經濟得益 現在外循環受到制約 要回到內循環,其實是一次很大的轉變 這個轉變,我認為太多外循環當然有風險 但你說只做內循環,我們真的回到封閉時代 所以我覺得,他要借助內循環去頂住別人在外循環對他的制約 但亦都要有一定的措施去保住外循環 要少受別人的破壞限制 看看他有甚麼措施出來 這個是經濟上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政治上,其實現在美國打壓他之後 其實是推動了他內部的團結 即是變成是將矛頭外子 這些情況下,如果純粹看中國內部 他好像權力集中了,穩固了 但是如果他對外看,其實他的朋友可能少了 他的可以互利交往的關係可能少了 這個少了,其實會對他有影響 他穩定了內部之後,他應該想辦法重新對外建立關係 但是如果他的定位、他以前的策略不變 其實似乎的勢是未曾扭轉的 所以要看看他是不是有膽色 在對外政策上作一些大的改變 如果不改變,我認為中國現在是相對被動 如果改變,可能會跟不同國家再拘捕 浩德,你在投資方面怎樣看? 你覺得會不會十四五規劃 會有些特別措施出來,對金融市場有影響? 我覺得對一些行業,如果本身是很受政策 或者補貼相關的行業,敏感度會大一些 例如我們之前提及過,十四五規劃 一個現在股票市場已經在炒作中的 就是關於新能源的政策 因為新能源,包括風電、太陽能發電 其實過往都是要靠上網的電價補貼 市場開始預期十四五規劃,有一種加速 即傳統化石能源的比例會減低 我想這些行業,會議之後出的政策文件 可能影響力會大些 我見鄧小平在深圳的講話 或者他們過去的一些政策 中國接下來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 你知習近平 會增加 而且取得一定的成效 你不用去中國看,你看香港的藍天就知道 有一個時期,香港都沒有藍天 現在香港的藍天多了 原因就是他在珠山角,都做了很多功夫 對那些生產性行業,如果沒有辦法 真是改善的,他就趁他走 要他移去西北,現在西北都不讓他去 你去到其他地方生存,你有本事就走了 但是他在環保方面是願意做投資的 如果他願意在環保方面做投資 而且他支持之前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如果取得成效之後 如果你投了,沒有回應,即是沒有反應 你看美國的態度和中國的態度已經很不同 中國願意在環保投資 特朗普就退出巴黎氣候協議 跟拜登爭論,拜登說不要做那些 污染性的能源開發,油熱硬的開發 特朗普說經濟第一,美國自己搞定自己 你都會看到兩個政策不同 所以我相信,在中國流日環保有關的行業 是會增加的,即是補貼會增加 但與此同時,利益就會收緊 即是會犧牲少少 具體的,太陽能近期股票市場比較留意 其中一個詩先生提出的,具體的例子 就是太陽能的玻璃,為何突然價錢升得這麼高 除了因為鼓勵做多些太陽能,本身生產玻璃都是高污染的行業 近年大陸已經開始了 你只可以舊的玻璃生產線,要關掉它 才有一個優位去開一條新的生產線 這些都是引證了國內對環保的意識 以及政策上的規管,會令整個行業發展與以往很不同 以前大家看到,有機會衝去擴產 現在大陸整體的發展與以往很不同 即是有支援你的地方,又有勒緊你的地方 所以你要看政策,看得細緻一點 所以大家必定要留意,政策有什麼新的推動 今集時間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的話 不妨去網站或Facebook專頁 找到資料亦可以向我們查詢 下集再見